各位老伙计们大家好 我还是那个少年阿信 欢迎收看大型户外狩猎节目 我会把最真实 最刺激有趣的视频分享给你们 希望小伙伴们点点关注 上次这个二流子杰克 带着儿子去抓野猪遭遇危险 今天又带着大女儿出来狩猎 老外都这么喜欢刺激的吗 好了言归正传 杰克把狗狗们身上的定位 又从新检查了一遍 这么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感情 生怕跑丢了 看来最近伙食比较好了 狗狗们都长胖了 狗狗们都长胖了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有几个地方去查 我们有个好伙伴 我们有五个鸡 今天是星期 星期会晒在下午 所以我们认识我们会晒出 先做个热身活动 跑个四百米 二流子忍不住了 好几天没抓到野猪赚外快乐 急忙开车带着狗狗们 出发去郊外森林狩猎 这几个狗狗还真是 每次坐车都把脑袋伸出去 像急了我一个大学同学 坐车时晕车的样子 到了地方 二流子杰克又把狗狗放了出去 让他们去寻找目标 自己在车上指点江山 没想到这破车还有高科技呢 能看到狗狗的实时定位 现在都在六百米外 还在不停移动 不动了应该是有情况 是的应该是在那个方向 优优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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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山顶狗狗已经把猎物控制住了 还是人多力量大呀 野猪无法反抗 被拿捏得死死的 二流子又过去拽尾巴了 把野猪摁在了地上 这血腥的场面 小伙伴们自行挠不下吧 杰克看到了他的同伴在下面逃跑了 看看这个大花猪拍了拍肚子 今晚有猪头肉吃了 老规矩又到了称重的时候 169斤 这是今天第一桶金 天已经黑了 为了生活为了赚钱 为了让妻子多去几次美容院 还要加班再抓几只 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如果是我自己在那的话 恐怕会被吓尿的 看监控他们都在400多米的位置 在600多米的位置已经有动静了 二流子杰克赶紧开车去支援 在那里他们竟然在水里厮杀了进来 狗狗们已经牢牢控制住野猪 处,处狗们 很棒了 果然 worked 太棒了 opioids了 压力 杰克也跳了下去 野猪知道自己 已经命不久已 也不做无谓的挣扎了 怪只能怪自己命不好 这个狗 这就是这个狗中给 他们它amiento不好 他们被踢回回 捷克试图把他拖上岸 但颠了几下没有颠得动 这真是一个肥大的蠢猪 先做做热身活动 死都死了 你还挠人家痒痒 这个家伙太重了 要把车开过来帮忙 这熟悉的场面又来了 被声拉硬拽的在地上摩擦 这个比刚才那头可要大得多 回去可以好好给媳妇交代了 可以让他多去几次美容院 这头猪快两百斤了 今天又赚了快一万块钱了 这真是来钱太快了 羡慕极度恨啊 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之后 你们有什么看法和意见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记得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 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